如果大家平時在家製豆漿的話 是不是很煩惱如何處理豆渣呢? 其實豆渣也可以成為我們食材的一部分 因為豆渣的營養價值比豆漿更高 所以今天我們會利用豆渣升級再造 變成更好吃的豆渣朱古力鍋膚 那我們現在就立即開始製作了 把朱古力和原本粉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很美味 我覺得跟平時吃的鍋膚一樣 很甜和很脆 很好吃 我們下方做得到一圈 粉唇 更雜誌 快點 快點 吃 那 吃 快點 ぇ